中国经济开始回升 但全球贸易仍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自行车手阿姆斯特朗 公开承认使用禁药 并承担所有指责 美国圣丹斯电影节开幕 华语纪录片《破碎城市》入选 观众朋友们周末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1月18号 星期五晚上的VOA卫视 我是郑玉文 到了周末我们要来轻松一下了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位 最近在中国刮起了旋风的作家 我们要看看他的新书 《30岁前别结婚》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另外虎妈金单元我们要来探讨 对孩子的过分溺爱 还有过度干预 可能带来哪些负面问题 不过首先我们先请 VOA卫视新闻主播李亦华 为您介绍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亦华 好的 谢谢郁文 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 中国经济的消息 2008年全球危机后 经历急剧滑坡的中国经济 终于开始回升 不过全球贸易显现出的 新的下降趋势 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回升 有关详情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在发布会上说 中国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为7.9% 高于三季度的7.4% 经过努力的工作 落实宏观调控的政策 尽管中国在2012年实现了7.8%的年增长率 但这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增速 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 去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8万2800亿美元 确定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仅次于美国 不过中国官员表示 中国经济将走出过去超高速发展的模式 中国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了 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而随后出现的增长放缓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政府为了遏制刺激政策导致的房产泡沫 和通货膨胀而采取了紧缩措施 而欧美经济复苏乏力导致外部需求疲弱 也使得中国的出口意外的下滑 加剧了经济放缓的趋势 世界银行在这个星期发布的预期报告中 将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速从8.6% 调降到了8.4%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与此同时 中国公布了贫富差距的有关数据 这一数据自2000年以来一直被保密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棠 星期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2003年至今的这一数据显示 国民收入的差距相当大 中国国家统计局使用基尼系数 这一评估经济平等状况的标准 来衡量收入差距 基尼系数从0到1分别代表了绝对平等 和完全不平等 马建棠对记者说 去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 这让中国排在世界上 一些最不平等的国家之列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使一些企业家成为亿万富翁 同时中国官员的生活被认为过于奢华 但大多数中国人的收入增长缓慢 缩小贫富差距是中国政府面临的 最紧迫问题之一 中国政府担心 社会动乱可能会动摇执政党的地位 接下来把焦点转向美国 美国最著名的自行车赛选手 阿姆斯特朗在电视节目中承认 他在1999年至2005年的 还法自行车赛期间 都曾使用违禁药品 他在那7年连续夺得还法车赛冠军 已经退役的阿姆斯特朗现年41岁 他曾经罹患癌症 他过去一直否认有关自己使用违禁药品的指称 但是在接受奥普拉温弗瑞的电视采访时 阿姆斯特朗表示 如果不用禁药 他不可能赢得7次还法车赛的冠军 在星期一录制的采访中 阿姆斯特朗以一连串是或不是回到奥普拉的问题 承认为了在还法车赛夺冠 而使用了多种禁药 他说禁药丑闻几乎毁掉了国际自行车赛事 所有错误和指责都落在他的身上 上星期三 国际奥委会要求阿姆斯特朗 交还他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赢得的自行车比赛铜牌 去年 美国反兴奋剂组织宣布 已经掌握了阿姆斯特朗使用违禁药品的证据 随后 阿姆斯特朗被剥夺了7个还法车赛的冠军头衔 新闻最后 每年一度的美国圣丹斯电影节在犹他州的旅游城市帕克开幕 来自32个国家的119部电影将在白雪覆盖的《滑雪圣地》上映 这个电影节素有冬季好莱坞之称 圣丹斯电影节已经有35年的历史 它由电影演员兼导演罗伯特·雷德福设立 目的是为了帮助独立制片人开展他们的工作 现在它已经成为世界最著名的电影节之一 在推广低成本制作的影片卓有成效 其中有些影片甚至问鼎奥斯卡大奖 提交这次电影节的候选影片 包括大约4000部正常长度的电影和8000多部短片 许多外国电影通过圣丹斯电影节得以在美国闻名 包括在今年电影节首映式上映的夏日的5月 影片描写一位生活在美国的约旦妇女回到家乡筹备婚事时遭遇的身份危机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VOA卫视更多的精彩节目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接触信息的脉动 感受时代的心跳 继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 我是唐先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经济 全新打造 为信为实 新闻天职 美国之音VOA卫视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 我们说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关心 如果您还记得在上海世博会 它的口号就是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那么在今天的看天下里 我们就要来看看城市人的生活 当然了 有它美好的一面 但也有让人头疼的地方 我们先来看看在丹麦 它延长了首都哥本哈根 周边的自行车专用道 而且还增加了新的变明措施 这也让越来越多人 可以骑车来上下班了 哥本哈根要建造一个自行车车道网 建成之后 总长300公里的26条车道 将把大哥本哈根许多地方连接起来 而且大大减少必须停车等候的路口 这条自行车超级车道 将为骑车人提供许多新设施 比如大约每1.5公里 都会有一个打气站 这主意太好了 早上起来我会感觉 一路畅通无阻 骑到半路还能打气 非常方便 让尼尔斯最高兴的是 连续骑几公里 都不必停下来等红灯 骑车上班一点都不堵车 爽极了 另外还锻炼了身体 省了很多钱 这绝对是一种多赢的选择 对那些要骑车45分钟 甚至更长的人来说 他们最喜欢的是 路边高矮正合适的踏脚点 和角度倾斜的垃圾桶 每人都有自行车 你有时候骑 有时候不骑 但有一辆总是很方便 在哥本哈根周围 骑车是最快捷的方式 超级车道沿途的服务站 不仅有打气筒 简单的工具 还有跟修车店 相连的紧急电话 我们修建自行车道 就是要让骑车人更安全 最主要的考虑是 不让汽车和自行车 共用一条路 自行车超级车道管理委员会主任汉森 希望更多的人选择骑车出行 我们希望哥本哈根人的骑车总里程 能增加20% 因为很多人都能够 比他们现在骑行的距离更长 丹麦的统计数字显示 舍弃汽车 每骑车10公里 可以减少3.5公斤碳排放 节省9美分的医疗开支 但是除了环境 经济 以及健康的好处 许多人把愉快的心情 也列为骑车出行的最大收获 看完了城市人的交通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再来看看住的问题 在德国首都的柏林 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 可是要找个理想的住所 其实并不容易 这家公司呢 它就利用了空置的建筑 帮助一些年轻人 找到了安身之处 我们一起去看看 过去7年里 有11万5千人搬到了柏林 而大量人口涌入 带来的直接后果 就是房源紧张 租金上涨 这让收入有限的学生 和年轻人倍感压力 2011年 克莱特公司 接手了一所学校的控制校舍 然后将原来的教室 出租给11名 正在寻找临时住所的人 一间90平方米的教室 月租金175欧元 有幸入住的人 必须遵守许多规定 比如不许吸烟 不许带孩子 不许开大型派对 不许在墙上打洞等等等等 我们的想法是 住户门对一座空置的楼房 有保护作用 可以防止楼房 遭人破门而入 另外 如果坏天气 对建筑造成了任何损害 住户门会马上通知我们修理 这样 状态良好的建筑 可以随时出售 20岁的甲科布 在这里租到一个房间 觉得很幸运 不过刚开始睡在这个大房间里 听到周围一些不熟悉的声音 让他觉得怪怪的 第一晚有点恐怖 我住在一楼 因为我喜欢大窗户 但是四周漆黑 有很多奇怪的声音 你能想象那种感觉吧 但是现在我终于能睡得很好了 甲科布很高兴 他终于有了一个 可以说是自己的地方 我去看了好几处公寓 但我只是个学徒 工资很低 房主最后才会考虑我 所以呢 能住在这儿呢 是个理想的选择 新住户们 大都能在这个相当独特的环境中 自得其乐 不过他们随时 都得做好搬家的准备 这所建筑的房主 正在寻找买家 我们只是临时的使用者 因此住户们 必须有思想准备 因为一旦有了买家 会提前四个星期 通知他们搬出去 不过大部分住户 似乎并不在乎这一点 那么经济的不景气 当然也影响到了 城市人的生活 在英国就有一群 既想健身又想省钱的人 就有一种经济型的健身房 应运而生了 这里看上去 和其他健身俱乐部 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健身集团公司 为了节约成本 他们多用技术 少用人工 这个健身俱乐部里 没有豪华的桑拿房 也没有按摩浴缸 但它的会费 也只有其他健身房的一半 为了降低人工成本 这里甚至没有前台工作人员 会员们只需输入自己的密码 就可以进去了 正是这种精简到极致的经营模式 使得健身集团公司得到迅速扩展 从2008年成立至今 已经有32个健身房了 公司总经理特雷哈恩说 他们的经营模式吸引了新一代健身者 我们会员中有40%的人 从来没进过健身房 显然我们给人们提供了一种 他们希望的产品 我们没有理由不迅速扩展业务 低成本健身房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 高级健身俱乐部会被挤出市场 如果你有个很好的俱乐部 有稳定的会员基础 我不认为经济型健身房会威胁到你 但是如果你的俱乐部不那么出色 又没有提供良好的服务 面对经济型健身房 你就得小心了 经济型健身房之所以蓬勃发展 部分原因还在于 目前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上 他们能够以较低的价格 获得所需的场地 而这种情况未必能够持久 不过眼下的经济形势 和人们的精打细算 继续为经济型健身房 提供着发展空间 在看天下的最后 我们要带您到澳大利亚 去看看这群既热情又健康的人 他们还有个共同的心愿 那就是保护美丽的海滩 不少人认为邦迪海滩 是澳大利亚最美丽 最著名的海滩 但是盛名之下 也有让人头痛的地方 因为每天五万慕名而至的游客 会在海滩上留下各种垃圾 每天很多人来邦迪海滩跑步 我们正在利用这个 不得了的人力资源 参加捡食垃圾的人 把自己称为负责任的跑步者 不过一边跑步 一边捡食垃圾 可不是什么轻松的事 挺费劲的 你胳膊上跨着一个大垃圾袋 还要在软软的沙子上跑步 看着短短半个多钟头捡来的垃圾 让另外一位跑步者 帮赛感叹不已 有时候我们一天会捡 一百多公斤垃圾 今天四五十分钟就捡了这么多 我看这里大概有百分之六七十 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 邦迪海滩所在城市的市长贝茨说 市政府全力支持跑步者们的努力 我们需要放一些色彩 更明亮更显眼的垃圾桶 与此同时 贾斯汀和他的团队的努力 以及他们的想法都会产生效果 负责任的跑步者们希望 有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让美丽的邦迪海滩 永远以他最光彩的面貌 迎接游客 不知道您是不是一个过分关注孩子 整天就像直升机一样 盘旋在孩子身边的父母呢 稍后回来虎妈进单元 我们就要为您介绍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 也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后院的迫害 其实是对他长期迫害的延续 在路上呢 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行车和行车在往来 两岸呢 这个八年冰封 现在融解出一小孩 当我喝酒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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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很感激 他们已经能够做到的 现在 没有什么能够做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 得不到法力的成全 这种能够不是香港这样的地方 这种能够是香港这样的地方 这种能够是香港的地方 这种能够是香港的地方 欢迎回到VOA卫视 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 虎妈经节目 许多人呢 把对孩子过分溺爱 过度保护的父母 称为是直升机父母 他们对孩子的过分干预 又可能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 那么父母该怎么样学习 放手 让孩子自由 我们接下来就要把这个重要的问题 交给虎妈经主持人赵婉成 婉成 各位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虎妈经节目 我是赵婉成 很多中国父母都是试图 竭尽所能的来照顾子女 来培养孩子 希望为孩子打造光明前途 幸福人生 可是呢 子女们却觉得父母过分干预他们了 甚至觉得父母给他们的压力 让他们无法承受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孩子的出生和成长 给父母带来了欢乐 希望 和挑战 然而 很多中国父母并没有随着孩子的长大 而让孩子拥有独立自主的空间 这种为孩子包办一切的父母 被网友称为 中国式父母 不久前 中国媒体就所谓的中国式父母进行民意调查 结果显示 76.5%的人表示 过度干涉子女的父母很多 九成以上的人感觉 父母这种做法会给子女带来很大压力 中国式父母最喜欢干涉子女的是 排在首位的是 谈恋爱结婚 其次是 找工作和职业发展方向 选择学校 选择专业 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 以及培养下一代 过分干预子女对孩子的成长发展 对家庭关系有什么影响 现代父母该如何影响子女的意愿和决定 这次的胡麻精节目就要探讨 难以招架的亲情 父母过分干预 谈到了父母过分干预 我们要先想想 我们有没有过分干预自己的子女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单题 单元我们也特别请到了 两位嘉宾来参与 首先我来介绍的是安林平 安林平是大学音乐教师 同时她自己本身也是因为家长 有很多可以给我们提供的 另外我们还特别请到了 密西根州立大学副教授 请宝莲博士来参加 宝莲博士你好 你好 非常高兴再次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刚刚在报道里面也谈到了 这个调查是由中国青年报 通过中国雅虎 还有民意中国网 对3328人进行的调查 以这样的这个选拥来看 这个人数其实不算少了 但是这个结果很多中国人来说 不稀罕不意外 可是在网上还有在教育界 引起了相当多的反响 我想趁这个机会 我们首先就来请宝莲博士来谈一下 为什么反应会这么热烈呢 对也许我想这个问题 如果在20年以前 我们有同样的结果 那可能不会在社会上 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那么其实我想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 跟20年以前甚至十几年以前相比 其实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在各个方面 对吧 因为我们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通过网络呀 各种媒体和西方社会的接触 大大增大 那想我们的社会在变 整个的快速的这种经济发展和繁荣 其实它是带动很多文化上的变化 那么父母跟孩子的关系 父母应该如何去培养 去教育孩子 我记得在大陆的时候 去逛书店的时候 其实最热门的一类畅销书 就是育儿经 就是说怎么样去教育孩子 我们到底是要像虎妈呀 像老爸一样 还是像猫爸一样 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那么其实我想和以前相比 目前在培养教育孩子方面 就是说更明显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我们要更加去 增强孩子的自主性 他的独立性 培养他的领导能力 他的情商 那么其实这种 这种社会的变化 文化的变化 这样的情况下我想 那么传统的这种家长 他包办的这种形式 一切都替孩子去决定 去干预 那可能就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响 对 整个的环境都不太一样了 安宁平安老师 来谈一下 你是家长的身份 你自己成长的背景 也是可以提供点参考了 刚刚保林博士 谈到了社会的变化 时代的进步等等 使大家对这个育儿的观念 有更多的需求 也希望有更多的认识 事实上对孩子来讲 他们也可能得到更多的资讯 父母亲那一套已经过时了 根本对我不管用了 是不是 是这样 是这样的 怎么说呢 因为我也是身为家长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真是两代人 两代人大家都在讲 一代一代之间 肯定会有一些代沟 我就有一个什么想法 就是说 作为孩子 你们理解一下家长 作为家长 也同样要理解孩子 所以大家一个是赶一赶 一个是往后给自己一些余地 那么就是说 对孩子来讲的话 因为特别是中国 几千年的历史 你像就是说 已经好像成为一种习惯 对不起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他们从小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 特别是现在中国 都是独生子女 那么父母为他们 安排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他们穿衣 就是说穿衣 注尸 天天的日常生活的 就是操心操的非常多 而孩子呢 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但是呢 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当有一天的时候 家长继续做他 好像应该做的事情 可是这时候孩子就意识到 父母给我的一些东西 我已经不能接受了 所以这个对孩子来说 就为什么调查的人数呢 就是说 而且我相信调查这些都是一些比较 年龄比较大的一些人 但是呢 对 就是说孩子比较大一点的 他会有这种非常强烈的反应 刚刚您想到这个孩子的强烈反应 从这次调查里面看到这个表明 数据表明 就是说高达76%的人认为说 父母过度的干预子女 这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而且有高达90以上的人 认为说父母的这个过度干预 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压力 也就是说 哇父母亲这么样的尽心尽力 孩子还不太领情 还认为说哇这招架不住了 所以呢我们就不免要来看看了 为什么这个中国的父母 会对孩子干预那么多 保联博士你看看呢 中国的父母对孩子干预那么多 恐怕也有很多的这个什么 社会文化背景吧 是不是 您的看法呢 对对 我想从我们传统文化上讲 其实是很注重父母对孩子的这种培养 我们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棍棒之下 出孝子啊 慈母多败儿啊 那么养不教父之过啊 爱之身则之切 那么在文化上讲 我想其实觉得父母他干预 替孩子打理一切 其实是天经地义的 这是我们父母的责任 那么我想在现在的社会 当然就是说孩子其实比以前 比如说在婚姻方面 在各个方面 其实他的自由度要大很多 那么但仍然会有一些因素 会导致家长就是说过分干预 像刚才安他提到 对吧就是说独生子女的问题 那么以前可能一个家里边有四五个孩子 那么家长的这种压力啊 这种干预可能会被分散一点 那么可能以前老大他的压力会比较大 但是现在你只有一个孩子 那么父母他所有的希望 他所有的寄托 全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 我觉得那么当然就是说 父母会他会望子成龙啊 望女成凤啊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我想在我们大陆啊 在很多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在升学方面 在局场竞争方面 就是说这种竞争非常非常大 我想很多时候可能父母他觉得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走弯路 我不希望他就是说吃亏 像犯以前我自己犯的错误 替孩子打理好一切 就是说有我有这个能力的话 我想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可能有的时候 比较受过教育程度比较高 比较成功的家长 他可能是会更去干预 你比如说你在农村长大 对吧 就是说家里面条件非常非常不好 父母本身他都没有上过高中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孩子如果他在学业上 比父母走得要比较成功 可能父母他干预的就比较少 所以我想有各方面的因素 可能还有一个因素我也觉得 不晓得安你觉不觉得 就是说过去有很多的父母 他自己成长是非常艰辛的 比方经历了文化大革命 这个社会文化的动荡 生活的艰辛 现在一旦生活稳定 他就心想 我有能力给我孩子 提供更好的生活 他们不要再像我以前 那么辛苦了 那么样的艰苦 这有可能出于 父母亲的这种心理 爱子之心就是天经地义了 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 而且我刚才还在讲 宝莲博士说得非常非常的正确 就是说孩子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就是被妈妈爸爸 像是给他提供一些很多的方便 或者说是甚至帮他们做一些事情 那么家长也已经习惯这种方式 那么久而久之的话 就是说尽管有的时候 孩子已经觉得很大的压力了 但是家长没有什么反应 实际上有人就是可怜天下父母亲 而且有些父母 很多父母都在抱怨 就是说我付出了这么多的辛苦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老是觉得我这一生没有达到的东西 或者我有很多的理想 但是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没有达到这个理想 我就把这事寄托给了我的孩子 你像我来讲 因为是做搞音乐的 也教过很多很多的孩子 那孩子和孩子之间 确确实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家长和家长之间也不一样 他们从他们自身的 就比如说对一些事物的一些反应 还有他们的脾气 性格 完全的都不一样 所以对我们家长来讲 一定要学习 这个一定要学习 也是怎么样教育孩子 怎么样跟孩子能够沟通 我相信大家如果去工作单位 都要学着去跟同事相处 学着跟自己的公司的 这些领导相处 但在家里实际上也要学会 怎么样跟你自己的孩子去相处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做家长的责任是不大的 不容易啊 不容易 对对对 宝林博士你曾经谈过 这个教养子女 就好像手里拿了一个鸡蛋一样 你要怎么样拿捏的好 对 真是不容易的 对 因为你把这个鸡蛋握得太紧 对吧 这个鸡蛋一定会碎的 那么你如果不去握这个鸡蛋 你任由它 那这个鸡蛋会从你的手里边滚下来 它也会碎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掌握这个度 怎么样把这个鸡蛋握在手里 又握得不太紧 同时又要握着它 这个我想是做父母最难的地方 我自己也是有一个三岁 一个五岁的孩子 那么其实很多的时候 也是在不断地学习 对 这都挑战 这是孩子给我们是很大的 那个学习跟成长的一个挑战 对 其实呢我也有过 因为我的老大呢 都已经二十多岁了 今年就要二十五岁了 那老二呢 实际上今天才十三岁 其实作为我来讲 我也在不断地学习 当初老大的成长过程呢 我有一个什么感觉呢 就觉得今天担心他这个 明天担心他这个 实际上我们家长呢 真的是不必 因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这个 他也要好呀 他也愿意好啊 是吧 就是说家长呢 一定要理解他们 那现在我有时候 反而当我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呢 我就要用了很多的心思 用了很多的时间 我就觉得呢 当初我的老大呢 现在都已经可以生活得很好 而且呢各种 就是说工作呀 学习呀 都已经确确实实像个大人了 有时候我觉得 我过去的一些担心啊 其实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必要 而且呢就是说 你对孩子的这种 刚才在讲了 实际上是一种沟通的一种关系 就怎么样能够互相柔和 就像我有时候经常用这个去比较 就是像这个齿轮 就是说有凹有凸 就是大家要有一种 因为你过度的压力 就是你不协调 不协调的话 就肯定会走得不好 所以说压力的话呢 这个润滑跟磨合 润滑跟磨合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呢就作为家长来讲呢 其实教育孩子 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课 那我们去大学 我们去学各种专业 但是呢大学里可能没有 因为这些东西 你怎么样做个家长呢 是需要你在生活当中 是吧 在跟你的孩子接触的当中 包括一些书籍啊 或者一些体会啊 你都要去用心去做 才能做得更好一点 对 讲到这篇报道 调查里面谈到了 这个比例也真的是很惊人的 71.9%的人认为说 父母亲过度干涉 会让孩子有逆反的心理 然后呢 有高达64%以上的人认为说 可能会让孩子形成自卑 懦弱 没有主见的性格 还有很大的成分认为说是 会导致孩子承受压力过大 影响身心健康等等 还有就是说 孩子没有办法自己选择了 所以可能走上自己 不想要的路啊等等 这个包办式人生啊 的确是 父母亲把你打点得好好的 你还要干嘛呢 是不是 保联博士来谈谈啊 这个过度干预教养 的确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除了刚刚我们谈到 这个调查显示的 这些问题之外呢 您是不是还给我们 补充一些呢 是 是因为我觉得其实 不论父母他多么的爱自己的孩子 那其实父母跟孩子之间 永远是他有不同的经历 他有不同的时代 很多时候就是说 他是其实处在一种平行线上 对吧 从父母的角度上来讲 他一切是为了孩子好 他为孩子操心 他尽量把孩子的一切都打理好 那么从孩子 他的角度上考虑 其实他 他跟父母因为他的经历完全不同 他没有办法去理解父母的这种苦衷 那么孩子小的时候 对吧 他比较容易控制 你让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你让他吃什么 他就吃什么 但是孩子他进入青少年 他长大之后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长期的是这种 父母过分干预 给很大的压力 在各个方面 在家里边 很多时候 你会形成冲突越来越多 对吧 那么这种亲子关系会疏离 这样家庭的 他的凝聚力 他的亲和力会下降 那么我想 父母的长期的这种 跟孩子关系的这种疏离 这种冲突 对孩子他心理上 对他各个方面 有非常非常负面的影响 对 其实讲到这个父母亲 替孩子包办了很多 余的父母都说 我都是为你好啊 我妈妈就跟我说 嘿 我都是为你好啊 要是两旁路人 我才不管呢 那么其实呢 父母亲为孩子的着想 有很多是从父母亲的角度来出发的 刚刚保连人博士也谈到了 那么最近呢 在台湾媒体联合报的网页上 就出现了一篇文章 是一个读者的投书 这个题目叫做 父母预设的幸福 预先为他设定好的幸福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或者是早上成为什么上流阶级 这样的一个期许啊 他说其实我知道 他们只是希望女儿过得幸福 但他们以世俗的眼光 以及自己的经验 来定义幸福 比方说现在不景气 妈妈就叫我去当公务员 然后我交往的对象 他们也因为对方的经济背景不好 不够厚实 或者对方父母的工作 不够体面 而不愿意不赞成 所以按照谈谈看 这个父母运势的幸福 其实是父母眼中的幸福 它并不是孩子心中体会到的幸福啊 其实你刚才说那句话 妈妈都是为了你好呀 这也是我经常说的话 这个是 有没有用啊 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你为什么呢 不管怎么说 你还是要让他给我理解 而且你说你为他好 你要告诉他为什么 比如说我就举一个 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是因为现在孩子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做完饭以后呢 他要去刷碗 刷碗的时候 他可能很快把碗刷完了以后 但是做得不彻底 那我就会过来 我说你过来过来过来 他马上就知道 我知道你又要说什么 肯定是说我这个做得不好 和那个做得不好 后来我就跟他讲 其实呢 妈妈跟你讲这个事情呢 也是因为爱 确实是因为爱 我说你看看 如果你在把这儿做了 再把那个地方再弄一下 你自己看看 是不是会很好看呢 他嘴上虽然说 刚才抱怨了很多 但是他有一天说 妈妈你过来检查来吧 你看我做得还是不错的 听进去了 还是跟进去了 就是说确确实实实 我就说对呀 这就很好啊 因为你在工作当中的话 你也要把事情做得很完善才可以 对 保雷博士你看看啊 这个父母预设的幸福啊 是父母角度的幸福 那么对于孩子来讲 他未必领情啊 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我想 其实每一代的人 他其实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种父母 跟孩子进行的代沟 那么最后其实 那我们父母希望 真是希望孩子 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对吧 我们希望他过 我们给他预先安排好的 希望孩子过我们的生活 对吧 复制我们走过的路 还是希望孩子 过他自己的生活 就是说 这个成功和 就是说世俗角度 是这种成功 金钱啊地位啊 还是快乐 那么这些东西里边 什么来说 对孩子是最重要的 那么什么给父母 父母觉得 我这方面我做好了 对吧 我放心了 我的孩子一切都安排好了 那么孩子本身 他开不开心 他快不快乐 这个有的时候 我想从父母的角度 有的时候是被忽略的 就是说我们不去 很多的时候考虑孩子 那么父母他的干预 他的压力 给孩子到底带来 什么样的影响 孩子心里边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到底有没有 真正体会到 我们父母给他 安排到的幸福 对 安妮呢 我觉得呢 就是说父母干预 就不要过分 当然了 父母是有一定责任的 特别是说作为我们家长 教育孩子 管理孩子 关心孩子 引导他们 是我们一个天职 除了社会以外 除了在学校以外 你最好的 最好的就是说 能够让孩子 有一个 怎么说呢 有一个约束 有一个自我约束 而且呢 就是说自我提升 要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我们都放羊 不管的话 那真是也要命了 但是我确确实同意 家长一定要管 一定要有责任心 但是不要过分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说你当然有爱心 而且呢 就是要在一个什么 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 就是说大家要互相理解呀 互相 就是说 谦让啊 是不是 互相的 就是说要解释 互相尊重啊 这都非常非常重要 对 在我们这个讨论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先先后 讲到一些家长的这个态度 或应该怎么样啊 宝莲博士 你是人类发展 跟家庭关系的专家 来谈谈看 就是说当父母过度干预 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我们作为父母 我们应该怎么样 拿捏尺度呢 我们要怎么样 好好地来 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但是又不让孩子 觉得有压力呢 其实我想 在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上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意识到 如果你作为一父母 你经常是处于 很主导的地位 你经常 比如说跟孩子 意见不同的时候 最后走是你赢 对吧 经常处于这样的时候 其实从长远角度上来讲 未必是一件好事 那么同时呢 如果你经常跟孩子 商量跟他妥协 或者是说 甚至信任孩子 你放手 这个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我觉得 掌握好大的方向 就是说 在比如他的道德 他的人生观 在重大的决策上 掌握好大的方向 那么其实在小的方 小的事情上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放手的 其实这个 我是跟我的baby sitter 跟我就是说 一个女孩跟她学的 她说 就是说在养孩子的时候 很多时候 就是说我不轻易说no 我不轻易说不 但是我一说了不 我就要 我就要就是说 把他当真 就要执行到底 但是如果我们整个世界 你比如说孩子长大 他的过程中 这个也不许 那个也不许 也不能碰这个 也不能吃那个 就整个的这个世界 如果都是 不不不不不 都不可以的话 我觉得这个孩子 长大过程中 他不会快乐 他的发展会受到局限的 那么另外一点 我想从儿童发展的领域来讲 那么文化的倾向是 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认为 一般西方的文化 它比较注重独立性 东方的文化 它比较注重 与人交往的这样的能力 那么我想当今的世界 其实当今的时代 我们需要 双方面都需要 我们既需要独立性 又需要这种 与人相处的能力 那么我想其实 做家长的 我想要重视孩子的 这种全面发展 那么以前我想 我们经常觉得 只要孩子听话 对吧 他很乖 他很内向 他很可以适应社会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的 已经不是这样的孩子 不是这样的人才了 那我想从教育孩子 培养孩子 从很小的时候 做起可以 就是说 很小的时候 让孩子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 培养他的独立性 我想我们很多 中国的家长 比如说孩子四五岁了 还在后面 拿着勺子去喂他 对吧 就是说 这个是经常发生的 那么我想 其实给孩子 从小让他 自己打理自己的事情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给他选择 尤其在一些小的事情上 你比如说 你是先刷牙 后洗脸 或者你还是先洗脸 后刷牙 你穿什么样的衣服 就是一些孩子 生活上的事情 给他选择 让孩子觉得 在我的生活里面 我说的话是顺数的 我的父母尊重我的英杰 我们在小小的点一里面 来培养他自己 独立自主的 这个决定能力 对 好 我们今天节目 时间听到 就要告一段落了 实在可以谈的事情 非常多 我们还有很多的续集 可以继续来讨论 关于父母教养孩子 更干预的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爱孩子 我们甘心情愿 为孩子付出 但是我们还必须要做到 爱的恰恰好 这样才能够让孩子 成为一个壮大的树 经得起暴风大雨的考验 这期节目非常感谢 密歇根州立大学副教授 秦宝莲博士 谢谢宝莲博士 同时我们谢谢 音乐教师安林平的参与 那么参与这期节目制作的 还有赵轩 以及Shazade Natalskin 非常谢谢您收看 古马金 我是赵婉成 再会 美国大学毕业生 找不到工作 该怪谁 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 为什么 当年这个体能见的 逻辑这么不通的能见 外国人怎么见 外国人怎么那样 现在市场经济 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 不放呢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 孟包和马速超通的 保识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您回到BOA卫视 接下来呢 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位作家 他的名字叫陈瑜 就在上个月 他到中国去宣传 他的新书 叫《30岁前别结婚》 结果引起了广大民众的热烈反响 就连他的同名博客 也吸引了许多的交通 到底为什么这本书 对中国读者这么有吸引力呢 为什么他说 《30岁前别结婚》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记者维唱 还有包小翔的报道 我回想我20多岁 约会过的那些男朋友 回想每一个前男友 我实在是太庆幸 我没有嫁给他们 他叫陈瑜 31岁 当上美国第二大城市 洛杉矶的副市长 38岁结婚 今年43岁的陈瑜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作为新一代女性的典范 陈瑜希望用这本书 去启发中国女性 尤其是被冠上 圣女称号的女性 就我今年29岁 我明年2030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 我很认同他书里讲的 就是说这个 不要在30岁前结婚 关键还是看 还是看女性自己的心态 是什么样子 她们自己是不是 觉得自己真的圣 社会上的一些 比如说言论和自己的朋友 包括她们都有了孩子 这种情况比较多 然后就会有一些压力 为了写30岁前别结婚 她辞去全球500强的猎头工作 花了将近两年时间 研读超过200本书 范围涉及人类学 神经学 社会学等 她的书在中国一发行 随即被抢购一空 各大媒体都纷纷对此进行报道 引爆了对圣女乃至是对女性事业和婚姻的讨论 就连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也注意到中国的圣女现象 采访了陈瑜 圣女们都是按照社会规则生活的女人 她们从小被教育要当第一 上好学校 找好工作 可是一到她们20多岁的时候呢 社会又突然要求她们放慢脚步 不要把男人们吓跑 回归传统的角色 几千年以来 我们的生活多半是被人家帮我们安排好的 我们要嫁给谁 我们要住在哪里 这都不是我们自己独立选的东西 那到现在呢 我们有我们这一代女性 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教育 通过我们现在世界 就是at this time 我们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代中国女人 我们生活有很多很多选择 我们现在可以在婚姻外面生存下去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生存下去 我们把我们最基本的survival的needs 已经安排好了 那我们就突然 我们有一些新的需要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梦想 我们需要有爱 我们需要找到生活上的意义 陈瑜在书中写道 拥有梦想造就了我们与之前 数个世纪的中国女性之间巨大的断层 这断层存在于文化 社会 情感 哲学 精神等各个层面 我们是第一代这样的女性 我们要得到一切 两年前我离开中国到美国来的时候 我拒绝了一个男人跟我的求婚 然后我辞去了 我在国内非常稳定的工作 然后我到这边来找寻另外一个自己 我就相信就是说 生活会越走路越会越走越宽 这个世界那么大 就人生也很短 所以呢就多精力一点 找到自己之后 再去找哪一个能够跟你最吻合的人 我觉得这个很好 二十多岁的女人充满困惑 还在探索自我 探索未来 有些年轻人误认为婚姻是所有困惑和不安全感的解决方法 也有人担心过了三十岁就失去了竞争力 我只是担心会不会那个就是你的市场就已经没有了 就是就是你可以得到你可以找到的那些适合你的男生的群体 已经被别的女生就是全都已经就是take over了 陈渝在书中引用中国民政局的数据指出 中国80后在2005年的离婚率竟然高达57% 陈渝希望给这些对婚姻心存疑虑的女生打一记强心针 她在书中献身说法 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 婚姻不是他们寻求的解决方案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里面 我的家人总是每个星期给我打电话问我 你怎么还没有男朋友 怎么还没有结婚 陈渝的父亲来自南昌 母亲来自宁波 六十年代来到美国念研究生 父亲念的是麻省理工 母亲念的是康奈尔大学 他们相遇之后有了陈渝和弟弟 和所有华裔移民一样 陈渝的父母对孩子管教十分严格 家里甚至没有电视机 就是为了让陈渝和弟弟免受干扰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陈渝非常努力拼搏 获得城市规划和MBA双硕士学位 31岁的他便当上洛杉矶副市长 率先制定了教育和员工培训计划 这些计划后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典范 他的大学入学计划 在2007年被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史瓦辛格 签署为州法律 并帮助了超过10万户家庭的孩子 顺利进入大学 现任后 陈渝自己创业 专门为世界500强企业招聘CEO等高端人才 在别人的眼中 他或许是会吓跑男人的女强人 但是陈渝的丈夫大卫 却深深地被他吸引着 他还记得两人第一次约会的情景 我安排了一个海边的餐厅 那是我最喜欢的餐厅 约会17点钟开始 但是我们却一直聊到餐厅打烊 陈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 他从来不做饭 只会煎鸡蛋 其他家务活也基本不沾手 那么他吸引大卫的魅力何在 陈渝去年夏天去中国 为30岁前别结婚做宣传时 大卫和两个女儿全程陪同 大卫积极协助杂志拍摄 在陈渝的讲座上 也会耐心回答各种提问 当陈渝为了写书而要辞职时 大卫全力支持 我更加努力赚钱 我们也会减少一些家庭支出 因为Joy需要专心写作 所以我会负责照看孩子 接送他们上学 我们的家人也帮了很多忙 大卫十分赞同 陈渝30岁前别结婚的观点 30岁是成熟的标志 我会告诉女性朋友 甚至告诉男人们这一点 因为有些男人 直到20多30岁 也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我觉得发展自己的事业 和发现你真正的爱好 非常重要 当你找到了自己 才能找到自己的真爱 不过他也替太太解释了一下标题的由来 30岁前别结婚 是一个抢眼球的标题 不是指非要以30岁为指标 陈渝的婚龄指标是成熟 而不是具体的年龄 陈渝说 30岁前别结婚还有个好处 就是对孩子也好 他说生育孩子需要很多钱 很多智慧和精力 他说在20多岁的时候 真的不能够给孩子提供 这么好的家庭环境 以及物质条件 比如他请不起保姆 如果没有保姆 就不可能重新拥有自己的事业 陈渝说 更重要的是 20岁时的自己还是一个孩子 情绪很不稳定 经常会很烦恼 那孩子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开心了 如果有机会 重新规划人生 他不会改变太多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当天 陈渝一大早就起床 在家里为采访做准备 拍摄外景 你好 中午赶去出席 北大清华等高校联合 给美国华人们组织的演讲和签书会 下午回家后 接受中国某杂志的电话采访 晚上还要跟家人和朋友出去吃饭 一个40岁的女人如何能够保持如此旺盛的精力呢 我觉得我们女人当妻子当妈妈以后 我们是特别需要保护我们自己的me time 我们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爱好 我们也需要保持我们自己的身体 如果我们不保持我们自己的身体 那我们就没有energy可以做我们要所做的东西 陈渝的me time 就是指暂时抛开母亲 妻子 女儿的角色 让自己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空间中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当女人 我们从小就是被训练 我们在社会上的角色 就是要帮助人家 我觉得我看在公司上 所以通常最用功的人是女人 最 hardworking 最要帮助人家 人家要说 oh can you help me do a favor? of course ok 跑去做 所以 so women are always living to please others and 我们当太太以后 我们当妈妈以后 我就发现有很多女人都好像都 把自己都搞丢了 就是一天到晚忙的要 要帮助人家 要服务人家 在陈瑜生产之后 有一次 她的婆婆看见她面容憔悴 疲惫不堪 就赶她去打网球 从此陈瑜迷恋上了网球 我不太喜欢跑步 或者liftway 对我来说那些活动都比较boring 所以我是很高兴 我发现了tennis 因为对我来说 tennis是一个很理想的爱好 一方面可以练身体 so you feel good after you play 另一方面也是很social 因为tennis是一个不能一个人打的球 所以你必须要找朋友 我跟David打球 或者我在这边有很多朋友 也喜欢打球 陈瑜在书中还写道 拥有社会关系会让我们快乐 并让我们拥有一种团体归属感 在处理各种关系时 人们最常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希望从一个人身上获得全部 比如从我们的老板或配偶身上 拥有不同种类的朋友 能够让我们在不同方面发展 成为更加全面的人 你或许已经发现 Joy是一个人气王 她吸引着各种各样有趣的人 因为我初来乍到 她就给我介绍了各种各样的人 Avelyn 20多年前搬到洛杉矶时 认识了陈瑜 Avelyn也是个家庭事业 双丰收的女性 她曾经担任洛杉矶时报 驻中国记者 她当时写的一篇新闻报道 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 后来她创办了自己的媒体公司 两人虽然相差十岁 但是成为闺蜜 Avelyn是陈瑜的伴娘 也是她女儿的干妈 我就像是她的姐姐 姐姐就是你无话不谈的人 是会对你说实话的人 每个人生活中都需要这样的人 陈瑜在书中写道 作为现代女性 我们不需要靠婚姻才能生存 但生活中的确需要 跟他人建立起真正的联系 从而获得爱 正是因为拥有着许多 互相支持的好友 让陈瑜在工作之余 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 而不会因为缺乏异性情感 而感到空虚寂寞 而且在遇到丈夫之后 圈子也没有因此而缩小 而是把互相的朋友圈子融合 夫妻两人经常一起出去约见朋友 陈瑜目前和丈夫 在同一栋楼 同一层租了两个小房间 作为各自的公司 我做我的房地产开发 她写作 她除了写作之外 还给几个媒体杂志写专栏 这样我们两人都可以 各自专注于工作 下班的时候 我们一起开车去接女儿放学 我很庆幸 我有个幸福快乐的家庭 大卫为妻子 写了这本书的委屈 男士们 我知道你们在偷偷地看这本书 因为这是一本 解释女性神秘世界的 最值得一读的书 我要给你们一个忠告 四处约会总归好 不过当你要寻找生活伴侣的时候 成熟的女人才真好 美国之音记者 维唱包小翔 发自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灵银的 Jersey 第一条 小翔 不是 ir 节目最后呢 又到了OMG美语的时间了 今天白杰要告诉您 女生的发型该怎么说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每天都会播出一个节目 一直来学最新的 最地道的美语 我们今天一直来看看 怎么用美语谈女生发型 别担心我们明天 就会谈男生的发型啊 刘海 大波浪型 我觉得长拳发的女孩 如果加上刘海 看起来会很漂亮 我还要看起来 我现在的发型是很软的发型 我只能有很软的发型 我一直都会有很软的发型 所以我从来没有喜欢在中间的发型 我一直都会有很软的发型 我一直都会有很软的发型 Add volume 讓頭髮蓬鬆 I like to part my hair on the side Because it adds volume to my hairstyle 我喜歡蓬分 因為這樣就會讓頭髮看起來比較蓬鬆 好 我們明天一起來看看 怎麼用美語談男生髮型 但現在It's your turn 請用英文提個評論告訴我 你喜歡中分還是蓬分 do you have a middle part or a side part 好 請收看OMG美語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我們應用程序 輸入 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裝美國之音的英語學習應用程序 如果您使用安卓操作系統的設備 請到Google Play 輸入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就能找到美國之音中文新聞的應用程序 輸入 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國之音英語教學應用程序 您還可以瀏覽我們的網頁 網址是VOACHinese.com 好 各位觀眾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第一小時的VOA衛視節目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對我們今天節目有任何的建議或看法 都歡迎您利用我們的電郵信箱 VOA新聞at gmail.com來信告訴我們 節目的最後我們要來看看 雖然阿姆斯特朗的禁藥醜聞 可以說讓自行車賽形象受損 不過最近在英國倫敦所舉辦的自行車展 仍然吸引了大批的人潮 節目最後我們就帶您到倫敦去看看 我是鄭裕文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也請您不要走開 繼續收看稍後 由寧欣為您主持的焦點對話節目 祝您晚安 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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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ve done that in the first place yeah oh my god the expansion is so big on that you miss me now you're short mate yeah